抱歉 你的面试没有通过 我销售经验很丰富的 我十岁就开始 你是不是得罪过意是什么人啊 我懂了 谢谢啊 抓脚偷啊 猪脚猪 太谢谢你了 小姑娘 我要怎么谢谢你好啊 不用了 我还急着找工作呢 要不然饭都吃不上我 我家刚好找保姆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平时啊 就我老两口在家 你每天呢 帮我们做个饭就行 好 老头子 这是我今天新请来的保姆 林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跟游易在一起吗 他会同意你做保姆 职业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 让让 恶叔 我等会跟你换谁啊 你跟谁说话呢 没事 我饿了 快做饭吧 家里有什么菜 有只甲鱼 冰箱里还有一些猪菜 快点做 那快点做 讨厌 甲鱼 哎呀 嗯 你在煮什么 甲鱼啊 不是你要吃的吗 那这只是什么 甲鱼 那这只又是什么 二叔 这不就是一只甲鱼吗 这是我太爷爷 宁终前偷付给爷爷的乌龟 被分说我叫二叔 二叔 二叔 哎 你们看到二叔了没有 没看到 嗯 好香啊 这煮的是什么 就甲鱼了 甲鱼 我家老头子最爱吃了 嗯 这味道不错 就是肉质 老了点 少说也是几十年的老甲鱼了 老的感觉呀 跟二叔是同伴的 啊 二叔 哈哈哈哈 我的二叔 二叔 这张支票给你 数字随你点 条件是离开这个城市 不要再回来 你确定 对 九亿 九千 九百 九十 九万 那今天可以变化吗 这张支票赶紧消费 好的 易总 哎 你现在为了接近我 不择手段啊 这可是在公司 我真的是服了你这个老六了 嗯 易总 你怎么了 快就去护车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病人病无大碍 但得做更全面的检查 你下午再来吧 嗯 好 谢谢 谢谢 易总脑中 血块正在消失 神奇正在恢复 不行 如果他想起来 自己是被林哥救杀的 我的事情就败露了 我得尽快跟易阳结婚 我去托云整个时间 你怎么在这 我要把真相告诉易阳 你这种骗子 不配跟他在一起 医生 易阳醒了吗 刚检查完 现在应该去花园吹风了 易阳 终于找到你了 你还记得这个项链吗 这是我 你车祸期间 并不是一直昏迷 而是被我救下了 这个项链就是你送给我的 我知道 你记得 我脑中确实有血管 但是我并没有失忆 没有失忆 和你在乡下的那段记忆 是我的耻辱 当初 你趁我失忆 把我骗到身边 现在 你却到底绑架我 你要学历没学历 要家事没家事 和我在一起 你配吗 当初我看你失踪 我还跑到这里来找你 原来都是我自作多情了 别说 你不就是觉得救了我 想狠狠捞一笔吗 以前的种种 屁总就当是 做了一场噩梦 往后 我们就是陌生 你曾经爱过吗 连月光都不回答 尘世中忘了吧 可思念晚过不忘 一个人说放下的谎 我好过 两个人想家 你还能笑到吗 那一眼盛开的花 我在想来 我就叫你老六吧 实在想不起来 我就等你家人呗 我全部的积蓄 都给你买真实西装了 你以后啊 可得双倍补偿我 可得 我都想起来了 您好 您播下的用户正忙 请您生后再播 sorry 一阳你醒了 让 你想起来了 是 我想起你那卑鄙的骗婚行为 我现在就要和你解除婚约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 你们一家已经是强女军 我得不到的 就要哄一点 股东会议结束后 还有个饭卷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他是谁 他是新善儿的总经理 刚回过 年轻有为 长得还帅 总监 那个人很难搞的 你好像很了解 行 这就是你的新工作了 帮我追到他 首先 优秀的人 都喜欢旗鼓相当的对手 又见面了 你就是林哥林总监吗 是的 今天的会议由我主持 你的办法还挺管用的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第二步 要试试释放你的魅力 什么魅力啊 下周不就是年终酒会了吧 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啊 可是我最近在赶Q3的计划书 脸都好垮了 再熬夜工作啊 也不能忘记保养自己啊 你看你皮肤松弛了 哪怕人在的时候 消热线也会消失啊 这个你试试 欧雷超红瓶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用 是的 这里面的信号态 可以激活胶原信号 让胶原蛋白 蓬蓬长起来 你只要坚持用 脸颊的小肉肉紧致了 脸上线条 自然会精致起来 拍照也不用疯和皮图了 怎么样 质地也不错吧 你自己图吧 我还有别的事 好啊 我会好好用的 注意看她的表情 男人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没有赞了 一起喝一杯 最后 若即若离很重要 保持特地独行的魅力 不了 我还要跟刘总去敬酒 失陪了 经理让您去她办公室 她有话对您说 多亏了你的超红瓶啊 小实习生 怎么是你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才是真正的CS经理 易总 易总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是 新任的总经理一样 可不得 林总监 这是您的新助理 易总真是想微服私访啊 那就让游戏变得更有趣一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